浪姐3已经播了两期了,第一期30位女明星拼尽全力展示自己。 节目组试图通过让和对峙来吸引观众,但没有成功。 相反,王心灵成为了本赛季爱你的最大黑马,因为他再次演唱了浪姐3。 103010播出的时候,已经录了两场公演,节目组下错注了。 拍摄次数最多的是两届赛季冠军竞合,其次是合等。 郑秀妍《韩国女团》的首次亮相是该节目宣传中最激烈的一次。 而处于爆棚状态的王心灵,致死之中镜头很少,个人采访也很少。 舞台处女座是和几位女明星一起介绍的。 但王心灵却凭借一首《浪姐3》成为爱你第一人气断层, 甚至有粉丝通过买股票的方式给王心灵投票, 这绝对出乎《浪姐3》节目组的意料。 所以《浪姐3》第二期特别尴尬,当谈到抢劫人的部分, 没有人真的抢劫王心灵,和王心灵甚至没有相机, 处于一个没有兴趣的状态。 直到演唱曲目成员名单公布, 他们才知道王心灵在那支队伍里唱的是哪一首歌。 这次比赛的规则是合经六个队长, 每个队长有四个人组成两大阵营。 两大阵营PK之后,赢那个阵营的人都会留下来, 输的阵营会有一部分人离开, 只要他们赢赢了,谁都不走,于是八大队长开始抢人。 《浪姐3》剧本抢人那部分太明显了, 节目组大力提倡的张天爱和徐梦瑶都不会唱歌跳舞, 但纳英直接抢了徐梦瑶,然后是关天爱。 令文文抢劫张强,纳英也想要张强, 他们开始战斗。 在和说话的时候,鱼一直在插嘴, 直接跳起来去捏他的腰。 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玩笑,所受的打击并不重, 但纳英对文文的厌恶是肉眼可见的, 只有当每个人都完成了选择,他们才会知道 王熙玲在纳英队,在吴莫愁作为队长的小组。 据传,在《浪姐3》的第一场首映中, 吴莫愁和王小蕾是第一批被淘汰的。 如果第一公演淘汰的是吴莫愁和王小蕾, 那就说明纳英这个阵营会输。 而吴莫愁和王小蕾两人淘汰, 就说明王熙玲组表演的节目人气是最低的, 甚至低的直接连续淘汰一半, 只留下王熙玲和吴锦言。 由此可见,《浪姐3》节目组是一点宝都没有压在王熙玲身上, 并且很有可能把票压到一定的数量, 把王熙玲压在淘汰边缘。 如果后期王熙玲人气没有上升, 就随时可能面临淘汰。 《浪姐3》这两期所有的看点与镜头都集中在纳英与宁静身上, 甚至为了凑时间把纳英无聊打麻将的片段都放出来了。 而大幕很多观众表示想看王熙玲, 也在议论为什么这些队长都不抢王熙玲。 毕竟王熙玲的唱跳比起韩国女团出道的郑秀妍绝对不差, 但是这些队长都说想抢郑秀妍, 因为第一期播出后王熙玲的爆火, 节目组也是想给王熙玲增加一点镜头, 放出来是模糊的监控镜头, 还是王熙玲所在组四位成员相互夸奖的片段。 分组完成后, 所有组员的训练也是给了王熙玲被王小磊安慰的镜头, 还多了他的单独采访, 这像是新家的, 因为在抢人环节时确实没有王熙玲镜头, 因为根本没人抢他, 所以没人拍他, 想给都给不了。 这次浪姐三的翻车是因为节目组想捧人的做法太明显, 余文文明明资历最低, 但镜头给的非常多, 给郑秀妍安排的队友都是能跟他英语对话的, 张天爱分道的是唱调厉害的队友, 只有王熙玲要啥没啥, 还有面临对淘汰的两位队友, 这次也说明了王熙玲的爆火是观众粉丝心中的真情实感, 不是资本硬捧出来, 王熙玲现象与资本力推的比拼, 还是粉丝赢了, 因为节目组也确实开始给王熙玲镜头, 只是不知道浪姐三节目组看到热度会不会给王熙玲出到位, 毕竟从这两期播出的节目来看, 应该是没有计划给他的。